没事我跟你说 现在那个祖师庙有一点点破损 我们就需要一个有艺术气息的人来帮我们整修 我们就是职我 台北大学学生演出了国宝大师李梅树与祖师爷的故事 而从李梅树家族关系说起 他不只是艺术家也曾经重振过 甚至参与修部祖师爷庙 李梅树的一生对地方的贡献 学生们都有深刻的演出 而这次舞台剧共有四个戏码 分别是李梅树与祖师爷 以及三角涌那条河 和三鹰部落在哪里 以及北大特区来了等等 学生们修艺术欣赏自主学习这门课程 从一开始不懂得什么是舞台剧 到一一接触 甚至主动拜访在地的人事地物 而将三鹰地区的在地发展故事 用舞台剧的方式与众人分享 学期的主题就是就三鹰地区 他们所认识的三角涌文化 李梅树的与祖师庙的文化 还有三鹰部落这些族群的一些生活史 然后到北大特区这些新移民 他们的一些景观上的改变 然后能够来让新移民的小朋友 能够跟着台北大学一起成长 你是说你很怀念你以前的家吗 对啊 那现在三峡还有哪里 可以看到像你家以前这样的地方吗 我带你去老街那边逛逛好了 好啊 走吧 现场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观赏舞台剧 学生们还以动物女人化的表演 希望能活泼生动表达出在地的故事 潜移默化让大家了解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用舞蹈跟戏剧的方式来让我们 就是潜移默化的去了解在地的历史 对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这个系就是对他们的 就是现在上课的学习会有帮助 对于三峡的历史也会让他们有一些了解 北大学生从课堂上学习舞台剧 还接触了在地人文发展 而将学习的成果与社区民众分享 让亲子借此有机会培养感情 甚至是认识地方最好的机会教育 而因此也同时增进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中佳新闻赵世渊卢秀娟三峡厂报道